就是如果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我知道你們在啊 但我沒有辦法 就是第一時間跟你們分享 我不知道我覺得是個性的問題 就是我會希望你們 就不要來關心我 因為像就像這樣子 只要一關心我就會 我就會崩潰 平常工作室的取義 跟他私下 有沒有我們從來沒看過的那一面 我覺得喔 裤包裝的 好 可是因為我私底下真的看到了他 就是一個宅女耶 就是腳跨在桌上啊 然後就是這樣子 這吃東西完全大大 就不像那種工作上真的漂漂亮的 穿得很漂亮啊 然後就是光鮮亮麗的樣子 他最挫折的時候 我覺得很多都也是跟家裡的人有關 就是像他爸爸之前不是那個嗎 不能講到假日 對 就是我覺得這真的是還蠻 就是他那時候就是還蠻難過 跟低潮的時候 因為其實我覺得 曲藝最近是真的蠻辛苦的 然後 對 因為我們知道他的狀況 然後有時候 但是曲藝他自己的狀態 會變成說我自己沒事 然後 你們不要來安慰我的感覺 然後弄得我們最後身邊的人 其實有時候會覺得說 那我們現在到底該不會安慰他 可是我們都很擔心他 但我覺得這一點我覺得 以我的角度來說 就是我都是等到他自己沒事來找我 這樣是最好的 所以我覺得都要等到他 真的自己沈澱完 就是跟我說的時候 就是他也比較好的 他可以用更 他就是 舒服的方式 對或放鬆的時候 來跟我聊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個時候 我也不用給他太多的安慰 就是我只要聽他說 其實就夠了 我覺得他不是一個需要 人家一直跟他說 沒事啦 我跟你說 就這樣就過去 就是我覺得他不是一個 要聽到這樣子話的女生 有的時候我在網路上 因為我會幫他管理一些粉絲團 或是看一些就是他的影片 我就覺得 為什麼上面很多都是攻擊他 就是 身材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就會說 就是在我眼裡看來 其實你們都 像這兩個就很瘦 過瘦 然後你也差不多 可是我覺得就是正常女生 對啊 可是大家都會攻擊他 可是我覺得就很可惜 就是我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子被攻擊 就是被講得不是很好聽 就站在我的角度 對 我會覺得還滿 我覺得我是這樣 就是我遇到事情 我一定不會讓你們知道 然後 通常都是等到 若干年後 可能一兩天 我自己已經覺得那件事情 沒有到 可以讓我心情有一些 祈福的時候 我就很願意跟你們分享 對 但不是就是 如果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我知道你們在啊 但我沒有辦法 就是 第一時間 跟你們分享 但是我們也會 我不知道我覺得是個性的問題 就是 我會希望你們 就不要來關心我 因為像 就像這樣子 只要一關心我就會 就會崩潰 就會崩潰 可是如果你一直就是 讓自己處於那種 心潮 或是很難過的狀態 我覺得 我們身邊的人也會難過 嗯 我知道 所以 所以是以下的聚會 如果 如果 OK的話 我都會 就是會跟你們聊情事啊 嗯 也不會到完全就是都不講 但是會說 可能過些時間 我再來 跟你們好好說 嗯 對 但有我感受到你們 有很想關心我 我最舒服的方式就是 不要讓你們知道 嗯 對 然後 你們 很平常的跟我相處在一起 我就會覺得 就是 這生活還是得走下去嘛 然後 就會 比較有力量 嗯 就是不要 不要去 就是 關心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很害怕 那種 其實都可以感覺得出來 你在逃避 就是 有一陣子我跟曲玉走 比較近的時候 嗯 那時候我們會一起出國啊 兩個人什麼的 其實知道她有一些 心情不好的事情 可是 她反而會很 她反而你之後再去關心 她這事情的後續或什麼的 她反而會很害怕 她會不想讓你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怎麼說 不是因為很多事情是一體兩面的 嗯 很多 從我的角度也許是這樣 可是從別人的角度 不一定是那樣子 然後我不想要去說別人什麼 因為我覺得好像 每一些 一件事情到後來都會變成 是講的人的那個人的錯 嗯 對 然後我其實也是想分享 只是我覺得我 我其實沒有很 善於表達 我自己也理不清 我自己的想法是否是正確的 嗯 對 所以我都會等自己 沉澱好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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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如果有一天再提起一些傷口 我就會願意跟你們分享這樣 那你也會願意跟家人 不願意 不願意 我不願意的原因 我覺得我媽應該會看吧 但 我會覺得在她的面前 不要讓她們擔心是最好的 嗯 像是抱喜不抱憂 對不對 剛剛還沒講到就是 最感動的事情 感動 有嗎 那個時刻 那個時刻 我覺得很感動的是 我覺得在我 不管是開心或是難過的時候 其實我的 目前人生 路一半都有它 有的時候真的 好朋友真的不用很多 但我覺得出去玩的朋友 當然要多一點才好玩 可是我覺得只要有一兩個人 很願意聽你說你享受的話 或是她能了解你的想法 我覺得就很棒 然後我覺得她就是 我人生就是 目前遇到 我覺得真的是 值得家的朋友 對 自己講 自己講 對 小編讓我很感動的是 我覺得差不多的立場 然後跟 不管遇到什麼 什麼事情 有一個人在身邊是很 很重要的 就是不能沒有這個人 對 就有一種 如果這個人離開了 我不知道我自己還可以 堅強多久 對 那他就是很重要的那一個 你知道什麼 那個堡壘 就是如果他跨了 我應該也會跨掉 他 這麼嚴重嗎 很嚴重 但是 滿嚴重的 但是我覺得 我覺得我身邊的人 好多都很善良 就像 認識你們之後 我覺得 只是因為 他跟我住很近 但我覺得你們都是很值得我 付出的朋友 對 我真的在 在這邊的人 都很值得付出 就是如果你們跟我一樣 我們都住附近好了 也許你們也可以跟 小便一樣會成為 我就是那 第一時間的出口